來看到蔡阿嘎 他因為拍了一系列的 枯手畫面 結果爆紅 其實他的正寺是 台北大學的研究助理 今天他要帶我們到 台北大學附近 來看看有哪些好吃的東西 剛才拍完片 聽到要死 剛好來吃點餐 網路名人蔡阿嘎 我剛好穿100塊 沒關係 100塊也挺我吃到100 對不對 100塊吃了 還有糟糕 還有難生 待會兒都還買涼 私下其實也是個 節省的研究生 但100塊錢 照樣能犒賞自己 吃頓好料 這間水餃老店 藏身大直街隱秘的巷弄中 卻照樣吸引一大票 忠實主顧 連朱利倫 王劍薛和邱福生 等正商名人 都是做賞兵 家常豆干海帶 到牛腱 牛肚雞翅 這些滷菜 能呈現金黃色的 微醺色澤和香氣 都是老闆娘 堅持不靠醬油 用中藥香料乳製 再用糖去煉精 煉出來的 分享完黃金乳味 再來是店裡的招牌元寶 結果有人也想分一杯羹 阿嘎的好朋友 另外一位網路紅人 喬喬剛好也來吃最愛的水餃 哇 我兩個是狗嗎 經營剔透的元寶 扎實有份量 卻有著透光的Q彈麵皮 秘密就藏在老闆娘用數十年功夫 精算出的秘訣 編薄忠厚 多年經驗累積 老闆娘堅持肉質細嫩的豬前腿肉和味道清爽的宜蘭韭菜 才能和精心趕出的麵皮搭成貼身一堆 而喜歡重口味的客人 老闆娘也用新鮮辣椒打造了這一款水餃專屬辣醬 吃飽了 恰恰你剛剛有沒有吃飽吃水餃 有 那我們現在還有五十塊 我們去吃豆花好不好 粉圓是什麼 粉圓是黑色QQ的那種 粉圓 QQ粉圓果然是小朋友的最愛 台北大直這家遠近馳名的豆花店 綠豆花生粉圓三種經典口味 總是吸引各方老饕大排長龍 原料原始天然加上每天純手工古法製作 比坊間豆花多出一截的成本 老闆通通自行吸收 比較戰鬥 verste 美國生火 或許 拜託 或許 午